欢迎来到小哥播报 看了闹更看门道 从小哥讲棒球到现在的棒球夹克 我做剑载的题目 还是会有人质疑剑载连续两年19胜有水分 认为王健民的实力根本没这么强 是因为带在杨基这种打击火力强的队伍 才有这么好的表现 今天就要来探讨一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第一部分我们来细评一下 王健民在杨基拿下胜头场次的投球内容 2005年新人年他栽下8胜 每胜都头超过6局 其中3场时2分以下 4三分的场次有4场 不符合优质先发拿下胜头的只有一胜 掉了5质则分 这些胜头场次的ERA是3.27 以先发投手来讲已经相当够水准 明显低于整个球季的ERA4.02 2006年上述数字有更惊人的表现 现在在19胜场次的ERA低到只有2.17 这不是王牌投手的成绩 什么才是王牌投手的成绩 原本低于球季平均ERA3.63 当年同样每场胜头都吃6局以上 其中有13胜掉了自责分2分以下 2胜掉了3分 不符合优质先发拿胜的场次有4场 都掉了4分 2007年剑载在19胜场次的ERA 同样低到只有2.19 只有一场未投满6局 其中13场10分2分以下 5场13分1场14分 也就是只有2场不符合优质先发的比赛拿下胜头 2008年剑载8胜当中除了受伤那场 都符合优质先发 只有一场掉了3分 其他都是失2分以下 胜头场次的ERA更是低到可怕的1.35 以上数据充分显示 剑载受伤前在杨基拿的胜头 平实力居多 侥幸的成分真的不高 影片的第二部分 从攻击火力来看 2006年大联盟平均每队每场得分是4.86分 2007年是4.80分 杨基2006年平均每场得分5.74分 2007年5.98分 都高居联盟第一 确实是相当可怕 除了剑载的援護率比较高 能让优衣表现得到回报之外 能掩护比较多的失分 另外后援投手有更多失手 还不至于砸锅先发投手胜利的空间 增加先发投手拿胜头的几率 但第一部分佐阵的数据 已经证明跟美化剑载本身的投球内容 根本就是两回事 我想结论很明确 杨基的火力确实有掩护剑载的一些比赛 终结者Rivera也在06年帮剑载手下了9场比赛 07年手下3场 所以剑载如果在比较弱的队伍 确实圣头数恐怕不会有这么多 但这跟他的成绩有灌损的成分 根本是两回事 真要说还有不足的地方就是稳定度 容易一场爆拉高了指责分率 剑载06-07年掉5分以上的场次 分别有6场5场 其中苦吞7败 但并没有任何一场拿下圣头 换句话说 他拿下圣头的平均表现 放在哪一队都是相当优异的 只是队友可不可以有更好的相应发挥而已 此外从比较高的标准 检是06-07两年 剑载头7局是3分以下 但没拿圣头的比赛 也分别有3场跟2场 也是有运气比较不好的场次 最后小哥就说一句 难道队友比较强错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